看完了耶利米书,很适合接着来看耶利米哀歌。 圣经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是因为这是耶利米的哭泣,这是圣经上很令人感伤的一卷书,我会把这卷书和约伯记放在一起,但是约伯记是讲个人的悲剧,耶利米哀歌则是耶利米为国家的灾难哭泣,他的同胞和国家遭遇到不幸,尤其是他所爱的城市耶路撒冷,这是流泪写的一卷书, 我曾经接到一封信,呃,那一位写信给我的人,他所住的国家,对基督徒有严重的逼迫,他们把他的房子烧掉,他的妻儿也都在屋子里,一起被大火烧死了。 他写信给我讲这件事,他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我可以看见信上的字迹被泪水运开了。 字字句句可以说都是血泪,但是他却能说我饶恕他们,因为基督饶恕了我,住在那个国家的基督徒,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有危险。 我读耶利米·艾哥的时候,同样可以感受到书卷上的泪痕,这个先知肝肠寸断。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把这卷书取名为泪水。 希伯来原文圣经的书名则叫做《怎么会》,因为这是书卷上的头几个字,《怎么会》。 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叫泪水,《哀哥》这个词的拉丁文也是泪水的意思,所以这是一卷很哀伤的书。 在这卷书的里面几乎找不到什么安慰的话。 这是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变成荒场的时候写的,想象一下广岛被丢原子弹之后的情景。 就可以知道耶利米看着上帝的城,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心情会是怎么样了。 圣城全部都烧毁了,移为平地,成为一片荒场,遭到围攻,惨不忍睹。 母亲不得不吃掉自己的婴孩,甚至吃产妇分娩以后,脱落下来的胎盘,情况非常凄惨,悲哀到了极点。 耶利米忍不住哭泣,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个诗人,因为他的预言大多以诗的形式呈现,我们也知道他擅长音乐。 他写了一些诗歌,这是很奇妙的,预言和音乐竟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预言的灵会启发诗意还有音乐。 萨加利亚会请人弹奏音乐,然后再发预言,以希节也是一样。 大卫可以说是继摩西和以利亚以后最大的先知。 大卫死前感谢上帝让他做以色列的先知和美歌者,他每一次要指定师班指挥的时候,都会指定让先知来带领师班,真的很有这个必要。 我小时候的教会常常说,如果魔鬼要加入你的教会,那么就会加入师班,因为音乐如果失控,变得太专业,那就不是在侍奉上帝。 所以,大卫希望能够让先知来领导师班。 像亚萨就是他指定的师班指挥,因为亚萨有先知恩赐,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们教会负负责音乐的人,如果有先知恩赐,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他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 可惜,我们都是请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来负责音乐,这真是大错特错。 因为他们不够成熟,无法明白上帝对音乐的心意,这对他们不公平。 耶利米写了一些诗歌,他写了另外一首哀歌。 在历代之中曾经提到,当时年少的约西亚王误解了上帝的话,以为他能够打败埃及人,结果在米吉多被杀了。 就像大卫为扫罗和约纳丹在费利士战场上丧生而哀悼,耶利米也写了一首哀歌给全国人民唱,来为约西亚王哀悼。 因为约西亚王为了国家死在战场上,所以耶利米很习惯写这样的诗歌。 耶利米哀歌是他亲身的经历。 他把亲眼看到的写下来,想象一下,耶利米站在那里,看着残破的建筑,看着城中荒废的街道,许多同胞被掳走。 巴比伦人没有掳走耶利米,你可以听见他站在那里说,你们路过的人都无动于衷吗?你们都不觉得悲痛吗?这个情景这么恐怖,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被掳走,他看到那些人悠哉地走过,就问你们都无动于衷吗?一点都不介意吗?这就是这卷书的开头。 就哀歌来讲,这个作品算是杰作,他说,你们看到这个情景,心中难道没有感觉吗?但是,这卷书是仔细推敲之后写出来的。 可以说,很有条理,不只是随意地发泄情感,而是有相当清楚的架构,值得庆幸的是,这卷书的章节分得很正确。 其实,这卷书是由五首诗歌组成的,五首哀歌,经过仔细地安排,架构分明。 这里有一点矛盾,耶利米他一方面为耶路撒冷城肝肠寸断,一方面又仔细地写下他的感受,他是用离合诗的形式写下来的,离合诗的形式。 所谓的离合诗,是以字母作为架构,来谱歌或写诗。 在这五首诗歌当中,有四首是离合诗,所以,节都是二十二,或者是二十二的倍数。 因为西伯来文只有二十二个字母,不像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英文有ABCDEFG等等二十六个字母,但是西伯来文只有二十二个字母。 而且,西伯来文没有AEIOU这些母音,只用子音。 所以,像是兔子,rabbit这个字会拼成RBT,他们用二十二个字母来拼字,不用母音,所以是二十二个字母,不像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 第一首诗,有二十二节,每个字母一节,每一节三行。 所以,第一节的三行是以A开头。 第二节的三行是以B开头,以此类推。 这就是所谓的离合诗,而第二首诗歌也同样是二十二节的离合诗,每一节有三行。 而且,每一节也是用不同的字母开头。 但是,第三首诗歌就长多了,总共有六十六节。 对不起,我要讲清楚一点,不是每一行都用同一个字母来开头的,而是每三行中的第一行用那个字母开头。 但是,这首诗是每三节用一个字母开头,每一节有三行,所以长度是三倍。 这是主要的一章,我们等一下会仔细谈。 第四首诗,第四首诗,仍然是二十二节,每一节有两行。 第一行会用那个字母开头,只有最后的一首诗,没有按照字母的顺序。 这第五首诗,并不是离合诗,但是仍然有二十二节。 所以,这个架构是推敲过的,是仔细想过的。 我忍不住想,他为什么用奇怪的字母诗来表达心中的感受呢? 难道是因为这会让人容易记住吗? 也许吧。 我又想,这样才能表达他所有的悲伤吗? 必须要囊括从A到Z的字母,才能表达全部的悲伤吗? 这样才能够倒进他心中的哀痛吗? 不管我怎么思想,都想不通。 我觉得,这个样子好像没有什么道理,是吧?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 我拿出一张纸,像这样,在上面写下A,B,C,D,E,F,G,等等英文二十六个字母。 我心想,这能不能够帮助我归纳出耶利米·埃哥的主题呢? 我心里头想,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表达的时候,也许写出字母会有帮助。 结果我发现,果然有帮助。 我花了不到两分钟,就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归纳出耶利米·埃哥的主题。 所以我猜想,也许这是他用字母的原因,因为他发现很难用文字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于是写下所有的字母。 我发现有了字母,接着写就容易多了,至少有个开端,了解吗? 因为这会限制你的词汇。 所以我这首诗只用一分半钟就写出来了,我不敢说写得有多好,但这给了我很多灵感,因为有了字母思绪就有了方向,了解吗? 我发现这样做竟然可以归纳出耶利米·埃哥的内容。 所以我写下ABCD等等字母后就开始写,毁坏的城惨不忍睹,整个街道血流成河,灾祸临到我的同胞,他们命运何等凄惨。 殿堂、房舍尽都毁坏,所有家庭破碎离散,信实的神施行审判,他名为圣洁。 我哭得肝肠寸断,灵里哀伤破碎,不明白为何如此,让我跟其他人一起死吧,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再也无心嬉笑,再也无心欢然起舞,祝啊求你安慰我,使我灵安静。 尝思想您未来的计划,拯救您的子民脱离绝望,告诉他们您的爱不曾烧减,了解他们的感受,向他们的仇敌大大发怒。 我们必定要再次高举您的圣名,遵行您的旨意,热心维护您的名声。 我发现,这样写可以涵盖耶利米·埃哥所有的重点,光是写出字母, 就这么有帮助了,我觉得我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使用字母,他想把心里的感受写下来, 却不知道从何下手,于是把字母写下来,希望有所帮助。 对不起,也许我猜的是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也许是他写字母诗的原因,可以帮助他表达感受,利用字母来思考如何下笔。 这是我的推测,信不信有你。 总之,我们需要从过去学习教训,然后我又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些呢? 我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跟他同哭,一起唱这些哀歌。 他一定是希望把这些哀歌寄给贝鲁的同胞,让他们也能抒发心里的感受。 遭遇灾难的时候,一定要能够表达出心中的悲伤,对不对? 称赞丧亲的人勇敢,没有流泪,那是很残酷的。 这真是大错特错,我们需要帮助人表达心中的感受。 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最懂得面对丧亲之痛,因为他们有守夜的传统。 鼓励人为死去的亲人哀哭,圣经从头到尾都鼓励人流泪,要发泄出来,不要压抑。 可惜英国公立学校效法斯多噶学派,希腊的斯多噶学派不鼓励表达情感。 这个斯多噶学派,他们叫人要坚强。 西方社会欣赏不会流泪的人,这是希腊思想,是希腊哲学,不是希伯来思想。 美国有个副总统有一次在竞选活动上流泪,立刻从名单上被剔除。 美国人不要一个会哭的总统。 澳洲总理霍克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他上电视接受访问,被问到他染毒瘾的女儿的时候,立刻流下泪来。 生性坚强的澳洲人从此看不起这个总理。 但是,在以色列,一个想要当总理的人,必须要能够为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流泪。 因为希伯来人认为,真正的男人会流泪。 是不是很有意思? 所以耶稣才会在众人面前为耶路撒冷流泪。 耶利米也是一样,哭并不是懦弱,真正的男人会哭,会有眼泪。 现在来看这几首诗。 接下来,我注意到的重点是,每一章的代名词都不一样。 第一首诗用的是女性的他,指耶路撒冷城和城中的百姓,称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女儿。 把城市看成女性。 也把城里的百姓视为女性。 连英文传统上都用阴性来形容城市,但这是希伯来文,也把城市看为女性。 在启示录的最后,形容巴比伦是淫妇,形容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新娘。 所以,这首诗在讲耶路撒冷城和城中的百姓。 再来,第二首诗的代名词,全部用的是柿子旁的他。 讲到,造成这场灾祸的那位,就是施行审判的上帝。 接下来,最长的第三首诗,则是在讲耶利米自己,我,描述他个人的感受。 接下来,他看到列国。 第四首诗,讲到那些被掳的同胞,有一天会归回,这时他用我们。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注意到这些代名词,就可以抓到重点,就可以看出内容在讲什么。 如果你只是很快地读过耶利米埃哥,就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五个不同的主题。 我定了五个不同的标题。 第一个主题是灾祸,再讲被毁的城市和城中的百姓。 第二个主题是祸因,是上帝造成的,是他在施行惩罚,原因是我们犯了罪。 第三个主题是拯救。 他发现,上帝仍然有怜悯,他仍然是信实的,他就呼求上帝医治拯救。 这些我后面会再谈。 第四个主题是后果,讲到不肯悔改的下场。 第五个主题是心中的呼求。 他为同胞的未来,呼求上帝。 这些诗都很感人。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仔细看一看。 第一首诗所讲的灾祸,我不用再多说。 你们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耶路撒冷城会被围困摧毁,所有的石块会倒塌下来,圣殿将荡然无存。 房子没了,百姓也没了,彻底被毁。 空无一物,变成荒场。 第一首诗的描述非常生动。 第二首诗所描述的事情,其实不必要发生的,所以它很难过。 这件事其实可以避免的。 如果他们肯听他的建议,向巴比伦投降,不要反抗的话,就可以保住耶路撒冷城。 这是他最难过的原因,这一切根本没有必要发生。 当你看见别人因为不听你的劝告而遭祸,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帮助他们避免遭祸。 第二首诗表达出耶利米心中的痛苦。 上帝这样做,是因为他说到就会做到,但是如果他们悔改,上帝其实就可以改变心意。 耶利米十分痛心,他们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挫折感在第二首诗中表露无遗。 每一首诗都提到了上帝的怒气,一共有五次。 因为上帝的怒气会有爆发的一天。 圣经中的怒气有两种,一种是在里面酝酿,另一种是爆发出来。 等一下,我会问你们比较不喜欢面对哪种怒气。 怒火中烧的时候,表面很安静。 这样的怒火,慢慢地在里面酝酿,可以酝酿很久。 另外一种怒气来得很快,但是爆发以后气就消了。 我不知道你们比较喜欢发哪一种怒气,但是一定有其中一种,甚至两种都有。 现在请大家来举手看一看。 比较容易生闷气的请举手。 怒气来得快,也去得快的人请举手。 我自己没有举手。 我大概是第二种。 你想,上帝的怒气是哪一种呢? 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答案是两种都有。 在座的女士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在炉子上煮牛奶可是却忘记了。 突然间,闻到焦味,赶快冲进厨房熄火,发现牛奶已经都溢出来。 如果你一直待在旁边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你会看到已经在冒泡,已经快要沸腾了。 你可以防止它溢出来。 圣经对上帝的怒气强调的重点是,如果你看见上帝怒火中烧,就可以阻止它怒气爆发。 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没有看见上帝怒火中烧,就要等到它怒气爆发,灾火临到才会晓得。 保罗在罗马书谈到上帝的怒气也讲到同样的情况。 他在罗马书一章说,上帝已经怒火中烧,已经有怒火中烧的征兆显现。 他告诉你有哪些征兆? 第一,是同性恋越来越多。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上帝怒火中烧的一个征兆? 读罗马书一章就知道,把正常的关系换成不正常。 另外一个征兆是反社会的行为,还有家庭破裂,这些都是征兆。 只要你注意看,就会看出上帝怒火中烧。 这情况会持续到怒气爆发出来,到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生气了,启示录也是一样的主题。 所以,这五首诗都在讲上帝的怒气。 耶利米的问题是,大家对上帝怒火中烧不以为意。 所以,上帝的怒气才会爆发出来,灾祸来到。 我们真的需要留意上帝的感受, 才能够晓得他什么时候怒火中烧,好防止他的怒气爆发。 这是上帝的怒气。 第三首诗在描述个人的感受。 是很美的一首诗,我们等一下要来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首圣诗。 耶利米突然明白,上帝大可以在怒气中灭绝所有的人,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让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仍然可以存活。 这群百姓没有全部灭亡,他们仍然是一个国家。 耶利米说,我们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断绝就是全部灭亡。 他在第三首诗中赞美上帝的怜悯。 虽然上帝仍在发怒,但他赞美上帝的怜悯。 有时候,我早上醒来觉得自己像个基督徒,这种感觉其实不多。 不过有的时候,我早上醒来觉得自己像个基督徒,我在半夜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基督徒,因为澳洲人经常半夜打电话把我吵醒。 结果,他们在电话中听到的往往不像基督徒的回答。 有一次,有个人打电话来说,我想在你上床前打电话给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他说我买了一支表,可以知道世界各地的时间。 我问他,上头的时间设定好了没有? 言归正传,有的时候我早上醒来觉得自己像个基督徒,我就会下楼去给自己泡一杯热茶。 我太太早上都习惯喝杯茶,我是婚后才养成这个习惯的,现在我每天早上都得喝杯茶才有精神,所以我下楼去泡茶的时候,如果冰箱没有牛奶,我会到门口拿牛奶进来。 门一打开,外头很冷。 我每次去门口拿牛奶都会想到爹丽米哀歌三章的一节经文。 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 这个时候,我会立刻在心中数算上帝的怜悯。 比方,我虽然老了,身体还算蛮硬朗的,这是上帝的怜悯,不是我应得的。 我有工作可以做,这不是权利,这是怜悯。 我们有房子可以住,有遮风挡雨的地方,这不是权利,这是怜悯。 因为我不配得到这些。 想到这些,你就能够说,天父,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等广大。 世人都是看应得的权利,M-E-R-I-T,都是看应该得到多少,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 但是在天国中的生活,是以怜悯为基础。 M-E-R-C-Y Mercy 这个世界讲求权利,凡是斤斤计较自己的权利。 但是基督徒说,我没有权利,我什么都不配。 所以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 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很美的一句话。 耶利米在表达个人感受的诗中,写出这么一句话来,在悲伤中他看见盼望。 因为他明白上帝不会灭绝所有的人,他会存留一些人的性命。 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很喜欢这首诗,等一下我们要来唱。 接下来,第四首诗是用他们,他在讲别人,不是讲自己。 他谈到,人若悔改,就能免于上帝的怒气。 但是人若不悔改,上帝就要施行惩罚。 上帝就要道出他的烈怒。 这是很可怕的。 耶利米在这里看见,人犯罪不肯悔改的后果。 他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希望大家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接下来,他向神呼求。 最后的这第五首诗,是一个祷告。 呼求上帝怜悯,恳求他将来一定要重建这个国家,让他们归回自己的土地。 这五首诗所呈现的主题,除了讲到上帝的怒气,另外也讲到了上帝的怜悯。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罪这个字。 我最近读到一段话,本来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去查证,才发现是真的,九约圣经几乎每一页都提到罪。 有的时候只是出现罪这个字,有的时候是讲罪行,但是旧约圣经一直在讲罪。 新约圣经则一直在讲救赎,几乎每一页都讲到救赎,旧约圣经则是一直讲到罪。 先知耶利米坦白指出这一切都是罪造成的,但是他向上帝呼求怜悯,犯罪理当受罚。 但他向上帝祈求他们不配得到的怜悯,祈求神的怜悯为他们存留。 所以我们才称这一卷书为哀歌级,英文是负数,因为总共有五首哀歌。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直到今天,所有的犹太会堂每一年都要唱一遍耶利米哀歌。 而且是在雅比乐第九日唱,雅比乐。 各位知道雅比乐吗? 犹太人的雅比乐换算起来是我们的杨历七月,每年他们都要唱一遍, 因为巴比伦人当年就是在那一天摧毁圣殿。 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今天,每一年都会纪念当年出埃及的那个逾越节, 纪念圣殿在雅比乐第九日被毁。 每年七月到犹太会堂都会听到他们唱哀歌, 用很哀伤的语调唱。 你会听到拉比唱哀歌。 哇,我没听过那么感动人心的音乐。 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外讲到, 那个纪念馆是在纪念六百万名犹太人遇害。 有几百个犹太人和基督徒站在外面的庭院, 背后有一整排的树木是用来纪念行公义的外邦人, 比如有一棵树式纪念彭科利。 有很多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拯救过犹太人。 我站在那里,首先是由加拿大的梅勒华森弹奏哀歌, 他带着哀痛的铃拉着小提琴。 接下来有一个续着胡子的拉笔上台唱哀歌。 我没有听过像那样的哀歌。 接下来就换我讲道了。 那是一场两天的聚会。 但是那一天上帝的灵大大与我们同在, 我们第二天根本无法重演那个情境。 哀歌可以释放出大能, 把历史活生生地呈现出来。 哀歌。 每年七月到犹太会堂去都会听到。 令人吃惊的是, 雅比约第九日, 不但是他们失去第一座圣殿的日子。 罗马的提多将军也是在西元七十年的那天来摧毁第二座圣殿的。 就在他们哀痛失去第一座圣殿的日子, 他们失去了第二座圣殿。 当然耶稣早就预言了这件事。 这带出了很重要的一点, 耶利米当初怎么样警告他们, 将失去第一座圣殿, 耶稣也怎么样来警告他们, 将失去第二座圣殿。 所以很多人才会常常把耶稣和耶利米相提并论。 耶稣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在世, 你是耶利米投胎转世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联想? 因为耶稣告诉众人, 他是好牧人。 是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一位, 他是大魏的子孙, 他将作王, 他是救赎主, 是伟大的医生。 但除此之外, 耶利米的医生和耶稣有许多相似之处。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利米是如此, 耶稣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第一次想杀耶利米的时候, 是在拿撒勒一个小镇, 耶利米在那里长大, 亲人想把他扔下山崖。 两人极为类似。 耶稣曾经有五次差点遇害, 耶利米也是不止一次差点遇害。 耶稣差点被人用石头打死, 也差点被扔下山崖, 有五次差点遇害, 但他都安然躲过, 他说, 我的时候还没到。 耶稣拿着鞭子去洁净圣殿, 因为犹太人把圣殿变成了充满贪婪的银钱兑换中心。 这个时候耶稣引述耶利米的话说, 你们竟敢将我父的殿变成贼窝。 耶稣跟耶利米有很多地方相向,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用石头打死先知, 又破坏了先知的坟墓。 耶利米有一次说, 我觉得像是即将被宰杀的羊。 这让你想到谁? 还有一个很大的巧合是, 耶路撒冷北边有一个洞穴。 犹太传统把那个山洞叫做耶利米的山洞。 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 那是耶利米寂寞伤痛的时候祷告的地方。 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山洞, 那是位在各个他山上的一个洞穴。 就在花园种的转角处, 在竹楼山的正面, 耶利米的山洞就在隔壁。 我们相信这是耶稣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我有一次在那座山上过夜, 睡在那座山上的洞穴里, 就在坟墓旁边, 我整夜都没合眼。 那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躺在洞穴内的帐篷里。 附近是耶利米当年祷告的地方, 下面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 旁边就是空坟。 耶利米和耶稣有许多相似。 耶稣上加略山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常常用这个来测试别人对圣经的认识。 我说,我要讲一句话, 然后请你告诉我, 这是出自新约圣经, 旧约圣经, 还是莎士比亚。 然后我会请大家举手表决, 那句话是说, 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这是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说的。 他先是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但为自己哭, 因为那日子将来临。 他指的是西元七十年, 不过是四十年后的事, 四十年的考验。 上帝给犹太人四十年来回应 他受死又复活的儿子。 可惜他们没有回应, 所以四十年后, 圣殿再度被毁。 这是耶稣和耶利米的平行对照, 我要做个了结了。 为什么圣经上会有 耶利米哀歌这卷书? 为什么我们需要读这卷书?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 教会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 要面临两种命运, 第一种可能的命运是哀哭怯耻。 耶稣每次提出这样的警告, 对象指的都是他自己的门徒, 基督徒第二种可能的命运是 上帝要擦去他们所有的眼泪。 简单地说, 我们面临两种命运, 一种是永远哭泣, 另一种是被上帝擦去眼泪。 我很喜欢这节经文, 仿佛看见上帝拿出一条大手帕, 对我说, 你不用再哭了。 来, 我帮你擦眼泪, 慈爱的父亲会这么做。 这句话, 在启示录出现两次, 上帝必擦去一切眼泪。 你不是得永远哭泣, 就是眼泪要被擦干。 不止基督徒要面临这两种命运, 世人也要面对, 因为引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哥最多的书就是启示录。 耶利米书被引用的部分有一半出现在启示录, 而且是用来指巴比伦城, 这是最终的世界金融中心。 这个城市将被摧毁。 当巴比伦被摧毁的时候, 世人会为他哭泣, 但是基督徒却要高唱哈利路亚。 汉德尔的弥赛亚歌剧有一段哈利路亚诵歌,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们晓得那段吗? 很少有人知道, 原文是在庆祝全球的股市崩盘, 是在庆祝全球的银行破产, 人类所建立的体制全部瓦解。 我告诉你, 到了那天只有基督徒会唱歌, 别人不会唱歌, 他们哭都来不及了。 启示录十八章一再引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哥, 最后说, 挨哉挨哉这大城啊, 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所以将来有一天, 世人要唱这首哀歌, 但是世人在唱哀歌的时候, 基督徒却要唱哈利路亚诵歌, 因为上帝会从天上降下新城, 新耶路撒冷, 向新娘为新郎装扮美丽, 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住在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 永远喊圣父、圣子、圣灵同住。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